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集中权力则是解决中国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正确方式 牛津大学的现代中国历史和政治教授Rana Meter他说 习认为中国经济的规模足够的大 可以应付显著的经济紧缩 包括相对的被孤立和维持疫情的清零政策 尤其是外国对某些敏感的技术领域的限制 但是要成功的领导中国就必须让那些有传统的经济和市场观念的领导人靠边站 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支持自己的政策 所以我们就看到最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全是由习近平最信任的官僚们组成的 而和习近平观念不同的领导人 比如说李克强 胡春华和汪洋都被排除掉了 集体领导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逐渐建立起来的最高决策机制 邓小平不希望看到权力过于集中 怕再次出现政治强人的过激行为 导致文革那样的动荡 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机制的改革的讲话中 解释了他的政治逻辑 他在讲话中批评了权力过度集中 阻碍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他说 这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步 阻碍了我们充分发挥集体智慧 并可能导致个人专横 集体领导不利 邓小平的解决方案是在党的元老之间分享权力 所以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双风政治 邓小平是一个风 另外一个风就是当时的副总理陈云 两个阵营都处于不断的拉锯战之中 但是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可以搭乘共识 但是到了后期 邓小平本人在党内的权威性也是不受挑战的 在邓小平之后 也就没有领导人再有这样的威望 所谓的集体领导 这种机制它不是一个制度 而是属于一种党内权力的某种平衡和分散 而这个恰恰是本次党代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我个人对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内容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这个趋势非常的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 虽然西方世界几乎一直都在强调权力的相互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但是这个并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中国历朝历代 它要实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它就必须要走权力逐渐集中的道路 早期的中国王朝中 还有国王和首相之间的权力的拉锯 还有不同的政治派别 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拉锯 但是这个现象发展到最后的一个王朝 清朝的时候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权力的高度的集中 甚至首府首相中堂这些最高级的官员 他都不再是一个决策机构 而成为皇帝命令的执行机构 中国的文化中也极其的排斥 这种拉帮结派或者捧党作风 而比较欣赏钱刚独断 我认为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 政治上的公开和透明的政治博弈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政治博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 任何的博弈一旦没有了规则 没有了边边框框 就会变得极其的残酷和令人生厌 比如说北洋水师被日本击败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出现了严重的派系斗争 而你要排除这种糟糕的局面的话 就只能不断的把权力进行集中 这个虽然不符合西方人的审美 但是确实是中国人目前能够找到的政治的最优解 另外苏联的晚期也出现了中央政治局的这种权力分割 有点像九龙治水 官僚们各自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 导致整个苏联领导层的权力的板结 相互拉锯最终毫无升级 中国领导人显然是在吸取苏联失败的经验 我的看法是你要想建立西方式的权力的相互制衡 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完备的政治博弈的规则 参与这种博弈的各方都必须充分的对这种规则表示尊重 即使是这样 即使在美国也可能会出现川普发动1月6号政变这样的可能 那么对于俄罗斯和中国 这样在历史上缺乏公平游戏规则 缺乏法治精神的民族和国家来说 选择权力分割和相互制衡 也许并不符合他们的历史经验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不会去选择这样的道路的最底层的原因 好 接下来我们回到美国的政治 今天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的投票日 因为现在各州都采用电子扫码的这种计票 所以计票的结果会比较快得知 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今天晚上就能够知道选举结果 有些州可能要等上一个礼拜甚至更长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各个州对于选票认证的程序不同 有些早有些晚 第二个是因为有一些关键州的计票 很可能它的结果比较接近 这就使得认证最终结果的时间可能会延长 另外由于这个邮寄选票的计票方式和现场投票不同 所以还是会出现像2020年大选时候出现的那种突然的胜负的反转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的题目叫准备好接受惊喜或者打击了吗 就是你一开始看到谁领先 但是不能保证他最后会不会被翻盘掉 尤其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几个关键州的结果 我在后面会分析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其实这个民主选举中胜负虽然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影响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民主体制的框架不能够被破坏 和每一次的这个选举结果相比 民主选举的制度的本身才是美国的国本 我们可以接受任何一次选举的失败 但是我们不能够承受选举制度本身的失败 我之所以总是说川普对美国造成严重的伤害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川普对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的一个伤害 他散布的谣言使得大量的美国人对于美国的选举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 要消除川普的影响就必须通过我们继续对我们的选举制度保持信心 用对每一次选举结果的公平认证来重新建立公众对于美国国本的信心 川普放一把火很容易 但是我们要来收拾这个残局是需要长期的努力的 好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的州 先来看宾州 在宾州大家最关心的是参议院席位的争夺 美国每个州有两个参议员的席位 每个席位是六年重新选举一次交叉进行 所以一般在一次选举中一个州只会重新选一个参议员的席位 上一届的共和党参议员Pat Tommy呢 他宣布不再寻求连任 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位置 所以两个参选人都是公平竞争 没有说哪一个是在位的哪一个是竞争者 目前的两位候选人 民主党的John Fetterman和这个共和党的穆罕默德奥兹 这两个人竞选 民调显示两者的民调结果很接近 奥兹呢稍占优势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宾州计票的一个特点 他人口比较集中的像费城啊 比斯堡啊 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就大量的使用了邮寄选票 所以那次在投票日那一天 统计下来川普要比拜登多70万票 川普那一方就直接认为自己赢定了 但是随着邮寄选票的计票的进行呢 拜登的得票数开始上升 最终拜登在这个州的得票反超了川普是6.3万张 为什么他这个结果那么慢呢 是因为宾州的法律规定 先行收到的这个邮寄的选票不能拆 而必须要等到投票日开始 人家开始投票 你这一头才能拆这个邮寄选票 因为你邮寄选票处理的时间 比你现场直接投票要长 所以邮寄选票的计票 往往要在投票后几天才能出结果 但是今年可能会快一点 因为宾州为了加速这个计票的速度 提高计票的安全 设立了一个基金 重金鼓励各个计票站不休息的 轮班的24小时计票 宾州除了四个县以外 其余的63个县都表示说 愿意采取这种计票方式 所以他这次邮寄选票的结果 出来的会快一点 那么和其他地方一样 民主党的选民更倾向于邮寄选票 共和党的选民更倾向于现场投票 在现在美国这个意识形态斗争 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投票方式本身甚至都成为了一种 政治立场的表达 但是无论如何 两种投票都是合法的方式 所以你在结合宾州的计票方式 我们会看到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会领先 先是红的 然后民主党候选人的得票会逐渐的追上来 最后谁赢呢 宾州的选民说了算 预计出结果的时间是投票日的第二天 也就是11月9号的晚上 差不多宾州的结果就能出来 好 我们再来看亚利桑那 亚利桑那是处于西部 所以他投票结束的时间 要到东部时间晚上9点 亚利桑那之所以重要 不仅仅是在于他参议院的席位的争夺 还包括他的州长 州务卿 州总检察长等等 我昨天提到过 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 Carrie Lake 他是一名狂热的川普信徒 他是公开自称自己就是川普的候选人 而且他各处去模仿川普 最大程度的去调动川普的信众们 来给他投票 这个包括他继续的到处去散播 2020年大选有舞弊这个谎言 而且他是处处模仿川普 比如说Lake就坚决的反对 在疫情期间强制戴口罩 他也相信这个QAnon的阴谋论 认为拜登和民主党借这个疫情 在搞阴谋 Lake说只要他是州长 他就不会容忍抗议中 要求民众戴口罩和打疫苗 这个Lake他是一个疫苗接种的强烈的反对者 我们不清楚他自己是不是接种了疫苗 但是起码他口头上说的 他在推特中写的 到处散播的 就是说疫苗对人体有害 打了疫苗之后更容易感染新冠 就是一个完全反科学的人 他就是以这个反科学的强人的面貌 去吸引选票 Lake还反对任何枪支管理 他说施行了枪支管理的澳大利亚人 是没有自由的 只有枪支泛滥的美国人才有自由 如果他当选州长的话 他说他是不会承认联邦枪支管理法律的 另外他也公开的表示反对堕胎 说女性堕胎是极端的罪恶 他也反对同性恋权利等等等等 但是我有理由相信 Lake的这种近乎神经质的表态 他只是一种政治表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他是非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 他是为那个John Kerry投票的 就是和小布什竞争总统的那个John Kerry 他是给John Kerry投票的 他是给奥巴马投票的 他是为民主党候选人去筹集捐款的 这样一个人突然就变成了川普的信徒 你说一个成年人如此极端的立场的转变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他受了很大刺激 另一种就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欺骗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 有点神经质的候选人 他却很可能会成为亚利桑那州的州长 所以你不得不相信 民主这件东西啊 他本身也有质量高低的区别 另外请注意 亚利桑那州的计票规则 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宾州就不一样 他们是在收到邮寄选票的同时 就把选票拆开 并且把结果输入这个系统 所以在亚利桑那州邮寄选票的结果 可能是最早出来的 2020年大选的时候就这样 先是拜登领先 然后使川普的选票逐渐的追上来 最后只差一万票追上川普 所以后来不就导致多次重新计票 甚至请出了阴谋论支持者 那个什么Cyber Ninja公司来计票 最终也没有找到任何大选有舞弊的证据 所以在亚利桑那州呢 我们会看到先蓝后红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预计出结果的时间 可能会要延续到投票日之后四五天 大概才会出结果 在参议院席位的争夺中 佐治亚州也是相当重要的 在2020年 佐治亚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州 它突然全面的翻栏 不但是选择了拜登 还选择了两名民主党的参议员 可以说 当时佐治亚州是帮助民主党 获得白宫和两院的最关键的一个州 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 川普就直接给佐治亚州的州长和州务卿 打电话 要求他们帮自己找更多的选票 这个就使得佐治亚州在大选之后 就加强了计票的管理流程 使得计票结果能够更快的产生 在佐治亚邮寄选票 可以在投票日之前两周就开始被处理 而且今年的这个邮寄选票 应该比2020年要少 更重要的是 新的计票法规定 必须在周三下午五点之前 给出全部的计票结果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周三 就可以知道佐治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 那是不是就定了呢 还真不一定 因为佐治亚的这个选举 采取的是runoff的做法 什么叫runoff 或者可以翻译成季后赛 也就是说 如果所有的候选人 他们的得票都不过50%的话 那就选择前两名再进行一次投票 在今年的这个佐治亚的选票上 佐治亚州的州长 副州长 州务卿 州总检察长 多个职位都是三名候选人 争夺这个联邦参议院席位的这个候选人也是三个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民主党的Warnock和共和党的Walker以外 还有一位不太引人注意的自由党的Chase Oliver 所以这一次投票就有可能会出现候选人得票都不过半数 而出现这个季后赛runoff的这个情况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佐治亚州的结果就需要再等一个月 才开始投这个runoff 好 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州 基本上就介绍到这儿 另外内华达也是一个出结果很晚的州 而内华达的这个参议院的席位也是决定谁最终会控制参议院的关键州之一 这个我之前也介绍过 但是内华达大家需要非常有耐心 除非是出现完全一边倒的局面 提前就知道结果了 否则内华达州计票非常慢 他最终的计票结果一般要到一周之后 我们才知道 所以不要着急 要有耐心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儿 祝大家投票愉快 我之前经常说 无论你投谁的票 去投票 这个是最关键的 如果你爱美国 如果你珍惜我们的民主制度 那么去投票 至于最后的投票结果 大家以平常心去对待 所谓民主不是说我一定要赢 而是说我一定要去争取 好 我是Eric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